第六章,尾部第胜利。你即使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我拍了三十年电影,从中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些作品会成功,有些不会。没必要去深究哪些会,继续拍下去就行。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接受演员工会讲师的感言。 1936年,还因此,贝格鲁恩逃离了纳粹德国,定居于美国,然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文学。根据大多数人的描述,他在年轻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但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无论从哪个标准衡量,贝格鲁恩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之一。 2000年,贝格鲁恩将他收藏的毕加索、布拉克、克利和马蒂斯的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分,以一亿多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政府。 这笔交易因为过于划算,实际上被德国政府看作一笔捐赠这些藏品的私人市场价超过了十亿美元。 一个人能收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杰作,实在令人感到震撼。 艺术是一个标准非常主观的领域,为什么有人能早早预见到未来什么样的作品会炙手可热? 你可以说,它靠的是眼光,你也可以说,它靠的是运气。 一家投资公司地平线研究集团对此提供了第三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对广大投资者也有重要的歧视。 伟大的投资者会买入大量的艺术品。 这家公司在报告中写道,这些藏品中的一小部分最终会成为价值连城的作品。 当投资者持有这些藏品的时间足够长,这系列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就会趋近其中表现最好的部分的收益。 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伟大的艺术品交易商就像运作指数基金一样,会买入所有能买的艺术品,而且是以投资组合的形式购买,不是只在遇到喜爱的单品时购入。 然后,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其中的优质标的脱颖而出就够了。 这就是贝格鲁恩成功的秘密。 也许像贝格鲁恩这样的人,一生收藏的作品中有99%,最后都没有升值,但只要剩下的1%是毕加索这种大师的作品,那么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贝格鲁恩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赌对,但最终仍然能得到令人惊讶的好结果。 在商业和投资领域,许多事情都是如此。 伪事件在这些领域中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些低发生率、高影响力的少数事件成了决定结果的主要因素。 即便你明白其中的数学原理,这一点或许仍然难以理解。 一个投资者在一半的时间里都看走了眼,最后却仍然能致富,这个事实是不符合直觉的。 它也意味着我们低估了许多事物失败的频率,所以当失败发生时,我们就会反应过度。 气传威力,打响了华特、迪士尼在动画界的名号。 不过,迪士尼的商业成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迪士尼建立的第一个工作室以破产告终。 他的电影制作成本高得惊人,投资条件又很离谱。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迪士尼已经创作了400多部动画片。 其中大多数都是短动画片,很多都深受观众的喜欢,但是赚到钱的却没有几步。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改变了一切。 1938年的前六个月,这部动画片为迪士尼赚到了800万美元,远远高出了公司以往的任何盈利。 这使得华特、迪士尼工作室开始脱胎换股。 公司还清了所有债务,还给核心员工发放了留任奖金。 公司在洛杉矶周边的博班克购置了一间全新的最先进的摄影棚,如今公司总部依然在那里。 获得奥斯卡金项奖后,迪士尼从著名变成了家喻户晓。 到1938年,他已经制作了时长累计达几百小时的电影。 但从商业角度看,时长83分钟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是他后来成功的全部关键。 任何规模巨大,利润丰厚,声明远播或影响力深远的事物,都源自某个伪事件从几千甚至几百万个事件中脱颖而出的一个。 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事物,即伪事件的结果上。 而当我们关注的焦点只有伪事件的结果时,我们就很容易低估伪事件本身的稀缺和强大。 有些产业很明显是由伪事件驱动的,比如风险投资。 如果一家风投公司投资了50个项目,他们可能会预期其中一半项目以失败告终,有10个项目表现较好,而只有一两个会非常成功,带来100%的资金回报。 一家公司关联风投,曾经研究过相关数据,发现在2004年到2014年的超过2。 一万起创业融资中,65%是亏损的,2。 5%获得了10至20倍的回报,1%获得了超过20倍的回报,0。 500分号大约是这2。 1万家企业中的100家获得了超过50倍的回报。 这样小的部分,却是风险投资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你或许会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风险投资被称为风险投资。 每个风险投资从业者都深知这一点。 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失败了。 这个世界只垂青其中的一小部分,让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想得到更安全,更可预测和更稳定的投资回报,你需要把资金投入那些大型上市公司。 或许你会这样想。 但是记住,尾部才是驱动一切的关键。 长远来看,投资大型上市公司和进行风险投资两类成功结果的分布其实没有太大差异。 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表现都很平庸,只有少数发展的比较好,而更少的一些成了巨大的赢家。 也正是最后这些公司成了股市上的主要回报来源。 摩根大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曾经发布过自1980年来,被选入罗素3000指数的优质公司的收益分布。 罗素3000指数是一个涵盖了各行各业上市公司的巨大集合。 在罗素300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中,有40%跌去了至少70%的价值,而且在统计时间内再也没能恢复。 实际上,该指数的所有回报都来自其中7%的企业。 他们的业绩表现超过平均值,至少两个标准差。 这就是你在进行风险投资时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得到的结果。 但在一个乏味而多元化的指数中,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会遭受打击的现象存在于所有行业。 在科技和电信类的全部上市公司中,有超过一半失去了其大部分市值,并再也没能恢复。 即使在公共事业类的企业中,失败率也超过了十分之一。 有趣的是,一家公司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才能上市,然后才能成为罗素3000指数的一员。 他们都是成熟的企业并非不可靠的创业公司。 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企业存在的时间也只有几年而无法传承几代。 比如其中一家公司,卡洛克电影公司,曾经的罗素3000指数成员之一。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该公司制作了风靡一时的几部大片,包括《滴滴血》系列的前三部《终结者2》、《本能》和《全面回忆》。 卡洛克于1987年上市,在推出了一部又一部热门作品后,公司一时风光无良。 1991年,公司的收入达到了5亿美元,市值则达到了4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尤其是对一家电影公司而言。 接下来,他却坠入了失败的深渊。 卡洛克制作的影片不再卖座,几个大预算的项目也以失败告终。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卡洛克电影公司已经成为历史。 公司于1996年破产,市值归零,一切都烟消云散。 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失败,也正是40%的上市公司迟早要面对的命运。 卡洛克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述,并不是因为它的独特性,而正是因为它的普遍性。 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罗素3000指数自19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73倍。 这是让人瞠目的回报率,也意味着它在整体上是成功的。 罗素3000指数中40%的公司实际上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表现优异的7%已经足以抵消其他公司的失败,就像海因茨被格鲁恩的艺术品收藏一样。 不同的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在这里变成了微软和沃尔玛。 事实上,不仅少数公司贡献了股市回报中的大头,而且在这些公司内部发生的伪事件更多。 2018年,亚马逊带给标普500指数的回报占据了后者总量的6%,而亚马逊的增长几乎要全部归功于Prime会员和亚马逊网络服务。 对一家尝试经营过从智能手机Firephone到旅行业务的上百种产品的公司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伪事件。 2018年,苹果公司为标普500指数贡献了7%的回报,而苹果的业绩主要靠iPhone驱动。 在新产品层出不穷的科技市场中,这同样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伪事件。 那么,是谁在这些公司工作呢? 谷歌的招聘录用率为0,2%脸书为0,1%苹果大约为2%,因此可以说, 这些做着尾部项目,为公司创造了尾部回报的人本身就在从事一份尾部工作。 少数几件事影响主要结果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你投资组合中的公司, 也适用于你作为投资者的个人行为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没关系的话,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